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个亲戚的Mini啊 我今天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堆被遗忘的史莱姆 有些是之前玩过的 有些是一次都没玩过 我煮了一下差不多有53盒 大概花了我300块钱了 花了那么多钱 不玩太浪费了 因为我今天来个大火泥 这里面的史莱姆种类还挺多的 有帐篷泥 玄米泥 千丝泥 和起泡椒等等 下面就直接来回泥吧 这款是红色的千丝泥 真的能拉出千丝的效果哦 哇哦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漂亮的独角兽 而且还是个双色的千丝泥呢 估计放的时间太久了 又一个独角兽 这款是双色手感泥 哇哦 这可是液体玻璃耶 为什么这么脏 而且全部都露出来了 但是它依然能拉出金属光感 而且捏起来心里很炸耳 下面就是帐篷泥了 好像有点晃了 不行完全不能玩了 这款紫色的也是一样的 这款绿色的稍微好一点 太软了 完全上不了帐篷 又获得一个可爱的小云 这款也是千丝泥 这款是熊猫奇葩椒 拉展开很透亮 有些和前面的是一样的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又获得一条美人鱼 都干了 这个里面居然有三个漂亮的海星 不过这个千丝泥也干了 哇这个好美呀 这款是蓝色星空甲水 出起来很Q弹 还不粘手 这款是蓝色偷太奇葩椒 但是它也有点画了 下去吧 这款是玄米泥 这款是漂亮的四色玄米泥 里面还有四只可爱的小动物 感觉玄米泥玩起来很简呀 这四个是甜点叶 这四个是水果系列 这个也蛮漂亮的 居然跑出去了 这款是之前玩过的海底世界偷太 现在都成脆脆泥了 这款本来是珊瑚奇葩椒 现在珊瑚已经不见了 它是两层的耶 这个好脆呀 下面是又软又脆 这可是米粒泥 现在干的只剩米粒了 而且超级硬 这款是扁珠奇葩椒 但是已经有点画了 这可是天空蓝偷太 都成碎碎冰了 这款是蜂蜜奇葩椒 这个拉扔起来很柔软 而且也很透亮 这款是新空奇葩椒 有点太硬了 好难拉伸 这款是新空奇葩椒 这款玄米粒上面还有一个棒棒糖 这款我都忘了是什么泥了 非常的Q弹 这款我都忘了是什么泥了 这款是圣诞倩斯泥 这个是之前玩过的恐龙奇葩椒 这款是五瓣花奇葩椒 突然感觉它的手感很不错 拉伸效果也超级棒 来卷个小花花送给你们 这应该是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款了 最后一款是双冰奇葩椒 咦 都硬了 另外一边还不错 还能拉出金属光感 好了 现在都放完了 看看我收获了一大堆配料的装饰物 下面我要开始混合了 不行 太硬了 先来一瓶水软化一下 最后混出了巧克力的颜色 而且是一款非常棒的玄米奇葩椒 捏起来很解压 最后看完你们这次我混了多少种迷呢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朋友视频的小牌 别忘了关注哟 我们下期见 拜拜